抗战期间的文化活动早在九一八之前便开始了 这股烹害凶猛的抗日浪潮不断扩散 终极于全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霸战是为全民抗日的最前功 而这些活动在战时所发挥的无形力量更容易不散了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 当时任聚上海英尊黄字 便写下了抗战史上第一首会聚人口的名曲《抗笛歌》 勤恬着迷队 相关 勤恬着迷队 能消躲辱 李王 声的走 努力 江克思 在海 但 一 rescue trois spoke 可惜 这位出生耶鲁音乐学院的二十年代我国重要作曲家 近于民国二十七年并逝为上海 年仅三十四岁 但他的抗敌歌与其中飘飘等气动生活的民族歌曲 却一直鼓舞着中国人心 直到战争结束